今天我们收到了 5个小礼物 我们先直接把它打开吧 最近几天我们家这边一直在下雨 也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 我知道这个 当当 这是一个经常会买东西 可能会送到的一个懒人手机支架 啊 这个酒被我搞断了 拿胶水把它贴一下还是能够用的 刚好前几天做手工的时候 然后开了一瓶这个502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粘上去 谢谢 这上面写着环保小波波的二次使用 我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位小波波还挺用心的 在封面的这个位置都画上了画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把胶纸是贴到这上面去的呀 直接打开看一下吧 喵你好我是佩奇 大家好我是小佩奇 今天我们就要来礼物开箱了 这是熊本熊 这里面是一封信 熊本熊可以贴到这里 这是他写的一封信 而且还很用心的 镂空了两颗这种小爱心 这里是他画的一只可能是牛 谢谢 这个快递是比较小一点 但是还是有点重量 啊啊 一瓶黑色的墨水 刚好我只要打印机能够用上 经常打印东西 黑色是最容易消耗的 谢谢 粉色的小袋子 噗噗噗巴 是糖果 上面写着爆姜果汁 软,试一下吧 喔看起来倒是挺一般的 又跟普通的软糖长得挺像的 里面中间这里感觉有一颗这个 水分還是什么东西 试一下吧 涂增并没有特别特别的爆 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写了一些给妈呀給鼓励的话 还有一张自己折的小信封 感谢这位幼稚 谢谢 哇 这个包装也是挺好看的哦 不会吧 怎么感觉像是一个相机啊 我的天啊 还有收据 这是一套无人机 我的天啊 无人机其实我自己已经在计划着买了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收到了小伯伯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真的是有一点点太贵重了 我上面看着上面的价格 2499 这里还配送了一些这个无人机的基业 说实话我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第一的反应不是不是很兴奋很开心 而是觉得有点哇太贵重了 有点受不起啊 也不知道这是厂商寄来的礼物 还是小伯伯们自己掏钱寄来的礼物 反正都是觉得挺贵重的 而且这里面好像也还没有留纸条啊 这里是纸条吗 我的天 内存卡都有了 这底下应该就是无人机的遥控器 这顶上还有这个数据线 应该是可以插安卓的 也可以插苹果的三条数据线都已经配齐了 这里还有一个充电头 这个应该就是电池了 这里有一颗小小的主卡器 这个礼物应该是我所有的礼物开箱里面 最贵重的一个礼物了 更重要的是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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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是谁送来的 不管是任何人送来的吧 反正没有都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我要抽点时间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才行 可不能把它给弄坏了 然后拍一些非常好看的画面给大家 Go 今天是4月22号 我又囤了一大拨的礼物 话不读说开箱吧 一个小喵咪的铃铛 这种款式的铃铛跟尿尿他自己现在带的铃铛挺像的 也是这种卡扣型的 等一下可以换上给他试一下 谢谢 这里还有一张纸片 这是给尿尿的 成年猫粮 尿尿非常非常挑适了很多猫粮 他都不见得会吃的 但是还是 谢谢 这是一小包的掌心脆 这个是真的够脆 感觉里面已经完全是都是粉末了 谢谢 有6包这个印有喜致的饼干 这个一般是我奶奶过年的时候会买的款式 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后面 为什么还有这个日语的名字 两包康师傅牛肉面 一包火鸡面 又两包泡面了先用杏饼 真的是太贴心了 省吃俭用的泡面居然寄给了咩 谢谢 这里跟这个感觉似曾相识啊 又是一大碟的这个操作业的本质 还是上次那种草莓风格的 我已经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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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本质了 这辈子都用不完的本质 谢谢 两包裸熊的软糖 小包装还挺可爱 这熊的头像稍微有一点小磕成 没事 还不错 有点葡萄的味道 谢谢 布瑞吉 只想要法拉利 这是送了一副眼镜 还把妹啊偷偷的安利给了这个客服小姐姐 真的是非常棒的 谢谢 哇哦 哇哦 好大啊这个 这里还有一片的这个擦眼镜的布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好大 感觉跟我跟我这个 这个脸的差不多大 不过还是挺不错的 谢谢 看一下这个大的 哇哦 这是米饭吗 还是方便面米饭 要不我们现在就先拆开一包来看一下吧 哦 这里面就是米饭 这是米饭好大颗啊 这个按它的说法应该湿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小心湿的这么大 应该也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盖着就好 这一看呢就直接就湿到这里就行了 湿开一个小小的口 现在我们就拿去微波炉加热吧 好了好了好了 已经 哎呀 已经加热好了 哎 啊 微加热 这个米饭已经加热好 哦呦 还是挺烫的 不过就是有点少一小口而已 哦 还是能够看到很多肉的嘛 哇 啊这个肉比我想象中要大块哦 有没有 还是 像我们平时家里面炒菜 就炒完之后剩下的米 剩下的 吃剩的 菜 搅换一下 倒进去搅拌的话就变成 有点像是汤饭了 如果你不想吃这么湿的话 你可能 可能可以直接夹着这些肉来吃 哇 好甜啊 它这个胡萝卜的味道好大 总的来说味道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吃的这款口味啊 它会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 红萝卜的甜味 谢谢 我看见了一条超级大的热狗啊 这么大条的吗 这包是什么 里面就像是有一些小动物一样 油门辣椒 这是一包酱花生 一瓶猪肉辣酱 这个叫做松花蛋肠 这种肠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可能是某个地方的特产吧 我以为是鸡腿 原来它是一个烧烤猪蛇 谢谢 不过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的 想试一下 哇 好闻起来好酸啊 好刺鼻的这种 有一种那种叫什么辣椒 紫天椒的那种味道 刀进去 好大颗啊 这种会不会很辣的 先吃半口吧 好辣 这个跟我们家里面有一种叫做彩椒 一颗一颗好辣 30秒马上就上嘴巴 哇的天啊 只要嘴巴里面没有牛奶 马上起来 整个水龙是妈的 当你如果遇到这么辣的话 一定要往舌头上面弄一口盐 然后拼拼的嚼拼拼的嚼 然后再把那口盐吐掉 你的舌头上就 没有这么麻辣 我感觉这种也不是这么一颗一颗吃的吧 顶多切成一小条 就可以配一整碗饭 沾橙子 哦真贴心 这基本上是我们养猫的人类的一个 必备的一个居家装备 谢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就你懂的 谢谢 这里有五包的这个中大型犬成年的狗粮 谢谢 哇这个贴纸挺可爱的 都是一些很好看的一些小小小卡通 这些小配色也还挺不错的 这里有一张明信片 上面还画着一个戴帽子的 咪呀咪呀 能不能把这个杯垫给尿尿看一下 这个像不像你哦 你自己保管好哦 你自己放回你的抽屉哦 那你快睡吧 睡觉吧 这是一条小挂绳 上面有一只小熊 可以带在脖子上面挂个手机什么东西的 而且哎 有点小弹性 啊 谢谢 这是一格的西瓜霜 谢谢 纸巾 不过上面还是写了一句话 咪呀 希望你开心快乐健康 谢谢 一包纸巾 谢谢 肥皂 谢谢 又是一个雕牌肥皂 两颗棒棒糖 好像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谢谢 好了我们今天的小礼物呢就开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批再见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 今天是5月4号 我们又迎来了两大波的礼物 谢谢所有小波波们的支持 开箱吧 尿尿对这些小小快递还是很好奇的 没事都会凑闲来看 登登 这就是今天这一批所有的礼物了 谢谢 一个个拆开了吧 我们先由最大的开启 这是向任任从台湾寄过来的 说怎么会没有见过这种快递单 好多的东西啊 都拿出来吧 哇 钢铁侠 这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睡衣 还有一条小睡裤 自敢摸起来好像尿尿的毛 还有一个超大的小布袋 这里面有一封信 上面还有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个钢铁侠的这个安装 还有注意的一些事项 而且这个还是需要订购的 这是蜡笔小新小睡衣 我说怎么会稍微有点眼熟 好像蜡笔小新就是穿这一款 谢谢 一条浴巾 很可爱的 上面有个很可爱的图案 好像还眼睛还会发光的 看这个纸盒猫 一遇到有新鲜的纸盒 马上就会躲进里面去 不管是多大 开始正式启动 酷哦 酷哦 谢谢 上面有写着一个备注李孟军 有可能是这位小伯伯的名字 哇 又是零食大礼包 一打开就是旺旺旺宅 还有这个豌豆 中米面还没有试过 腊烧脆皮发生 猫咪肉电汤 嫩布丁 哦这个我现在就想吃了它 56个民族的这个旺旺宅 打开看一下这个是哪一款 这是纳西族挺酷的 旺旺的凤梨酥 甜舌米烧 邦德乃希咖啡风味 邦德乃希巧克力风味 邦德咖啡拿铁风味 邦德咖啡低糖冰咖啡 还有一瓶 草本植物饮料苦苦茶 这这些全都是旺仔的产品 我怀疑这这会怀疑这一批 会不会就是旺仔的那个厂家寄来的呀 好不管怎么样 还是谢谢 我挑一个我感兴趣的吧 这个旺仔的布丁 再试一下这个苦苦茶吧 先检查一下这个瓶盖有没有被开 我都可不好了 哇真的是苦的 不过它这个苦有一种甘甜甘甜的感觉 它入口它的苦味其实不是特别的重 有点像是龟邻糕的味道 来个小嫩布丁吧 它的芒果味不会特别重 而且水分不是特别多哈 谢谢 有两盒一样的这个礼盒不会是化妆品吧 噔噔噔 哦是个杯子 而且结合的这种图案又有点带一点小俏皮 小小的这种是茶杯吗 这里还有一根应该是一个小勺子 很有分量非常重 好像也是陶匙做的 这里底下还有一个小贴 这个碟子是跟这边这个配套的 谢谢 在我以后的视频肯定会看见他们的出镜 一整盒的微化饼干 这个饼干以前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吃 这其实不是一盒饼干 这只是用着一个饼干的盒子 然后里面装的是 牛肉面调料 如果我们做牛肉面的时候就可以用上它 还有三支马克 这是我来四川之后发现的一款拌料 感觉加一点点汤就会变得特别的好喝 用餐愉快 谢谢 啊 小彩灯 一瓶玫瑰花草 一位90后深圳老婆婆送来的三个小东西 希望我们未来一起发光发热 一大捆的面 一套小彩灯 小彩灯说实话 我已经买了一套 电池都已经帮我装上去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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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rado Earth 你看一下我的粉红色的吧 真蓝色浅蓝色灰色 我这个是粉红色 斧红色浅白色 我这个红阴腔长毛了 还用这个红银腔长毛了 太久没有动物 这也是小零食 一条一条的 好像小麻花一样 它的重量很轻ppo 送给你个健身器 注意锻炼身体 啵啵啵啵 反正就这样子用 就跟打气筒一样 不够了 我已经运动了 感觉腹肌又出来了 谢谢 干活手套 M码的手套 日式戴抹布围裙 它的戴抹布就是左右两边 刚好就可以插手了 谢谢 一大卷的棉签 谢谢 就这么一包 谢谢 纸巾 蛤 石头 手机支架 谢谢 空 纸皮 有广告的纸巾 对了我就想这包纸巾 它这上面是印着一个品牌 我在想是它们自己品牌寄过来呢 还是它们的竞争对手故意寄过来呢 所以说不好说 我们就还是不要展示这个品牌 谢谢 这一波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谢谢 下一次见吧 不 现在是5月17号 又收到了一大波的快递 拆开来吧 不 诶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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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啊 好香啊 我一拆开来就闻到了这个饼的香味 岭海特产 海苔饼 熬制期才15天了 我得赶紧把它吃掉 也不知道它是咸的还是甜的 看它的表皮好像是很酥脆的样子 先来一口 嗯 没有 真的是有海味 我开始还以为它这里面是芝麻味 还是什么味道 挺香的 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的饼 还是挺不错的 谢谢 哦 有大碎的面 我的天 这是一次性的袜子 感觉有点像是枕头啊 里面有两片这个白色包装的东西 小碟子 这个一打开就看见了尿尿的图案 也不知道尿尿拿这个吃饭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这一个我看到了一个下巴一个嘴巴 还有两个辫子 这可能就是一个 放在嘴巴上 你看一下这是什么 哇 它想都没有想 直接就在这吃了 你没看见这个碟子上面的是你自己吗 原谅 嗯 吃完就走了 这里又是一箱的泡面 清蒸的酸辣 感觉还挺不错 清蒸 按道理来说它写都写的清蒸啊 应该不会很辣吧 清蒸好像跟辣没什么关系吧 谢谢 好熟悉啊 看起来 长得有点像是个平板电脑 但是尺碎的不是啊 上面写着 套装误拆 哇 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包装盒 想当年我还是接过这一个 味龙的广告 辣条粽子 应该是他们今年的新款吧 打开看一下 哇 好像和去年的差不多 时间想一想时间过得真够快了 一年间又又又又来了一份这个辣条粽子 不知道是小伯伯送来的还是厂家送来的 谢谢 19年5月份 还行不是去年的 送给可爱的爷爷奶奶 一个小刷子 这个小刷子好实用 可以来刷刷鞋刷刷什么 而且感觉这个把手的质量挺好的 哦 用来盘了一个核桃的这个手链 这个刷子应该是用来给他刷这个核桃的 不错不错不错 就刷下来 还是很酷的 这个应该就是拿来盘的吧 就放在手上 这里还送了一条绳子 是可以给你自己绑下 这个松井 还有这两颗应该是可以给你 替换上去的吧 谢谢 我等一下就拿去给他们玩一下吧 这应该是给尿尿的三文鱼薄荷小鱼饼干 谢谢 丢丢 乖 这是给尿尿的小鱼饼干 你可以偷偷的吃一颗 但是你不要告诉他 吃吧 四包的小纸巾 谢谢 一个iPhone的手机口 谢谢 我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咯 一个临时停车的号码牌 还有小GPitch 配齐 大概都是社会人 谢谢 这一卷是什么 这一卷不会是一个画吧 这是一卷这个壁纸 一卷粉红色的壁纸 谢谢 好了我们今天的小开箱呢 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所有小啵啵的支持 谢谢 诶 这位小可爱 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给无名喳喳小作者 点上一个小赞 点上两条评论 吃一下下 啵啵啵祝你生日快乐 能够转发分享一下就更棒棒了 来着来着来 踢一踢 哇 哇 哇 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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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是有点小恐怖的呀 这个打到这个手都快要红了 非常的危险 一定要去空地才行 现在再来一遍吧 起飞 我现在已经飞得很高了 你看到顶上的这些画面 过拉机还是非常非常热 光是有所有所要 哎呀 哎呀 太热了 看见平常才是唯一的档